第1899集 大人手段通玄 他有的是手段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了 南城王的精神一阵道 走走走 大家回去 把这没喝完的酒喝完 这才是正道 几个王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的 他们几个是一拍即合 果然回去接着 他们的宴会去了 反正现在的冥界 也无人能管 他们几个在这里面 可以胡作非为 反正叶浩轩离开了 他们还是自由之身 叶浩轩顺着通往九幽的道路 一路向前行去 九幽荒野 果然是明府其实的 偌大的一个九幽 除了荒野上 稀稀落落的一些野草之外 就再无他物了 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 九幽的边缘 这些阴晦之气 果然比明府那里强了不少 毕竟这个地方 是这最近几千年来 从没有人涉足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 叶浩轩偶尔还能看到残破的石壁 这些石壁可能是以前明府的建筑 从那些破败的石壁上 还能勉强地看出来 这之前明府的强大之处 其实过了戒河 再向西走数百公里 还是能看出来明府以前的一些建筑的 也就是说 这些地方以前也是封都的地盘 但是随着这几王接管封都以后 这个地方便逐渐地被九幽 巨模给践踏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叶浩轩继续向前行去 他觉得上古的那场战斗一定很残酷 连掌控人生死轮回的明界 都沦落到这种地步 那其他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 不过好在天道的秩序是十分强大的 即使是这个地方大不如以前 即使明界各管事的 已经不在这个位面了 但是明界还能维持着运转 这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关于李延新 叶浩轩也只是知道 他大概的位置 而且在这个地方 方向似乎也不像是地球上的那样准确 所以叶浩轩只能辨认出 一个大致的方向 向那个方向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天空中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到处都是灰蒙蒙的 潜灰色的天空 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压抑 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 同样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因为生魂一旦误入这里 最好的下场就是被这里的绘魔 给生吞活泼了 而且叶浩轩还在这里 见到了一种墨绿色的植物 这种植物都是寄宿在生魂躯体里 它们可以借助行魂移动 但是它们不时地吸收 生魂身上的气息为自己所用 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十分的痛苦 一路走来 叶浩轩已经看到无数的面孔 在这些墨绿色的植物当中 这些面孔十分的痛苦 它们看到路过的叶浩轩 都大张着嘴 似乎是在呼唤叶浩轩 但可惜的是 它们无法叫出声来 越是往九幽深处走 这种被磨直济体的生魂就越多 这些生魂恐怕是永远 都不得轮回了吧 看着这些生魂 叶浩轩有种心惊柔跳的感觉 他的脚步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他要快点找到李延新 无论在哪里 他都不允许他受到一点伤害 可惜啊 九幽何其广大 在这九幽荒野中 找到一个生魂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叶浩轩只是向大致的方向前进着 他只求快点找到李延新 只是在这广袤的荒野中 想要找到一个人是希望渺茫的 叶浩轩只能用感觉向前走 久忧荒野的身处 一条人影在迷茫地遥望四周 这正是李延新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更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何方 荒野深处 这个地方显得更加荒凉 更多的阴鬼惠魔在这里出谋 给森森的九幽平添了几分苦惧 九幽 又号称石阴之地 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阴晦的地方 这个地方终年不见阳光 号称是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里便是一些惠魔的狂欢地 他们生存在这里 吞噬一些比自己幼小的惠魔 他们之间相互的残杀 根本就没有一点善言可言 当然 他们也不介意换换口味 比如在九幽荒野之处 吞噬一只游荡的生火 很快 李延新就为那些躲在阴暗角落处的惠魔给盯上 一群体型幼小 长着尖牙利齿的绿色惠魔 在一些枯黄的植物中穿起 他们时不时地盯着李延新 锁定着他的身形 李延新知道有东西跟着他 但是他毫不在意 差了一点 只是差了一点 他的修罗之心就大成了 如果修罗之心大成 这些阴晦的生物躲他都躲不起 更别提跟着他 对他动歪心思 一路尾随李延新 似乎是在观察李延新的战略 这些惠魔是属于四等一品的惠魔 名字叫做阴石 属于黄泉下等惠魔的一种 但是这些家伙们 与那些粗笨的家伙不一样 虽然没有体型上的优势 但是这些小东西的头脑 是十分聪明 他们遇到敌人的时候 从来不单打独斗 一般都是看清楚 敌人的实力之后 一拥而上 用他们尖利的牙齿和爪子 把敌人置于死地 他们跟着李延新很久了 他们也很自信 他们的隐匿身法 黄泉两侧枯黄的草丛 便是他们最好的藏身之地 只要时机成熟 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把他们的猎物给撕成碎片的 他们评估着李延新的战力 因为荒野很少有生魂出现 就算是有 也是男性 从来没有一个女性出现在荒野 女性身上散发出的娇柔 让这些家伙们有些误会了 让他们觉得李延新的战力 并不是很长 几个殷实交头接耳一番 用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话 评估了一下李延新的战力 他们似乎是达成了一致 他们觉得李延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神魂罢了 于是领头的殷实右手向下一切 一大群殷实猛地向前窜了出去 他们窜出来的时候悄无声息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这也是他们的特性 他们要在无声无息中 把敌人给彻底地支付 他们冲击敌人的时候 从来不置之地乱叫 因为那样的话会让敌人警觉 就算是已经确定眼前这个敌人 并不是很强大 但狮子薄兔尚尽全力 所以就算是对待比自己弱小再多的人 这些家伙们也会倾尽全力 一群绿色的惠魔从李延新的身后冲了出来 他们对准的是李延新的各种要害 他们力求一击必敌 李延新已经知道背后有敌人来袭 但是他并不回头 对他来说 这些四等上品的惠魔 根本就不值得他回头 右手一招 一抹寒芒骤然出现 冷月出现在他的掌心处 无形兵器在他手心处急速地旋转着 一抹寒光骤然放大羞的一声响 冷月脱手而去 急速旋转的冷月冲入了魔群当中 一瞬间惨叫声大作 无数绿色的血液以及残肢断壁 在这些殷石当中泛起 只是一剑 便逼得这些惠魔节节后退 他怎么会有武器 慌乱中 一个绝望的声音在惠魔群中响起 急速地一个旋转 冷月展去殷石首领周边的防尾 只留下一个个头稍大 但除了头脑之外毫无用处的殷石首领 这些惠魔本来是没有灵制的 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成群结队的 一千只殷石组成一个团队 而每一个团队当中 则会滋生出一个殷石首领 这个首领可以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 发出命令 也只有他才能和人进行交流 看着自己身边的护卫全部倒下 这只惠魔发出惨叫的声音 仿佛李延新的冷月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上 猛的一个旋转 冷月在殷石首领的前方停下 只是他还是在急速地旋转着 那股杀意 让人毫不怀疑下一秒 他就会直接斩下去 饶命啊 女王饶命 殷石首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他的前肢很短小 但是后肢十分发达 所以他这一跪下来 样子看起来极其地滑稽 你是什么东西 李延新走到了殷石王 在他的跟前停下 他的杀意已经敛去 但是冷月却依然在殷石王跟前的几公分处 只要李延新稍稍的一用力 冷月就会把殷石王给斩落 灰女王 我 我是殷石 是属于九幽珠魔的一种 你们 你们这类人 称我们为 慧魔 这是九幽 李延新终于懂容了 他在这里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他一直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只知道 他所在的地方魔物横行 他在这里没有遇到一个圣人 遇到的全是那种魔物 是 女王 这里就是 九幽 殷石王虽然怂 但是这家伙的智商在慧魔里面排名 还算是挺高的 他看到李延新露出了这副疑惑的表情 马上就知道 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人 九幽对面 是黄泉吧 李延新回过头 看着他走过的路 封都在哪里 女王 这里距离封都很远 至少得有几万里 您现在是在九幽的身处了 殷石王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李延新一眼 心想你是真不知道 这个地方距离九幽何止是十万八千里啊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李延新不解 他知道明景 知道黄泉九幽 也知道封都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难道 他已经死了 回想起和玄武牙最后一记对拼 李延新恍然大悟 他看着自己微微有些透明的手臂 怅然道 原来我已经死了 女 女 女王 女 女王 一边的殷石王不停地叫着 接连叫了几声 李延新才从那份恍然中回过神来 老师告诉我 这儿真的是九幽吗 李延新回过神来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那拂在半空中的冷月又泛起了杀意 女王 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的是九幽 我 我怎么敢骗你呢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殷石王吓了一跳 他后悔得欲先欲死的 他为什么要叫醒一个发愣的女人呢 他这不是作死是什么 他发愣就任由他发愣算了 自己为什么这么犯贱地去叫他呢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 李延新心里的杀意丝毫没有缓和 敢说错一个字 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我 我 我不不不 我不敢说错 殷石王有些结结巴巴地说 女王 你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我吧 我 我一定知无不言 别女王女王的精 我看起来有那么凶 李延新的眉头一皱 那 那 那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殷石王愣了 在他的意识中 女人就是喜欢别人这么叫的 可是为什么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呢 看来你对九幽这里的事情 挺了解的嘛 李延新看了殷石王一眼 女王 你这就说对了 我是整个九幽无品绘魔当中最聪明的 殷石王得意地笑了 那好 我出道九幽 什么也不了解 正好缺一个仆人 你就当我的仆人吧 李延新想了想 叫我主人 这 殷石王傻眼了 他并不是一般的首领可比 一百个殷石首领 会滋生一个殷石王 他好歹也是统领着十万殷石的人物啊 平时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现在怎么甘心去做别人的奴仆呢 本来他是在老巢里面混吃混喝等死的 但是今天心血来潮的去狩猎 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出门就遇到了李延新 李延新